大家好 我是今天主持人艾翅薇 當台南的燒餅油條天花板 遇到嘉義的燒餅油條天花板 到底誰輸誰贏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路死誰手 今天啊 期待已久 因為呢 我們剛好要北上 北上的途中呢 我們是開夜車 所以可以很早很早來吃這間嘉義的燒餅油條 那剛好呢 又時逢生割鬥漿的付出 到底是誰厲害 非要不多說 就跟著艾翅薇的腳步 去吃吃看這兩間 Let's go 我們來到這個生客 他已經很久沒拍了 就是被人家稱為台南的燒餅飯 吃一下他的燒餅油條 雖然他的油條不是老油條 但他炸起來非常非常酥 然後裡面的口感也是很紮實 然後再加上他的燒餅是蠻香的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那種卡車的燒餅 他這個這有點偏乾一點點 來吃一下他的蛋餅 蛋餅 吃一下 他的蛋餅是手工的蛋餅 看起來像類似傳統蛋餅 然後吃起來非常非常舒服 因為接近在那個 蔥油餅跟蛋餅之間的口感 然後他咖啡的蔥 真的真的非常多 沒太小禁 所以整個蔥的香脂比較明顯 好好吃喔 然後就是我的最愛了 以前我們在台北啊 超喜歡喝鹹豆漿 因為台北香對來說比較冷 台南的鹹豆漿真的比較偏少 就是這樣一點點辣 然後蔥花香菜啊 然後他為什麼會凝固 因為他有加點醋 嗯 可以可以 再來喝一下他們的豆漿 豆漿還是跟暫停營業之前一樣 濃耶 還不錯 但是他的豆漿不是最強的 就是他少了一些碳香味 然後他們現在二代接手 所以多了一種新口味就是泰豆奶 泰豆奶還不錯對不對 他有保有泰奶的那種香氣 然後還有豆漿的味道 這樣子搭起來喔 這樣沒有那麼甜 如果你喜歡甜一點 就直接點泰奶 就直接點泰奶 好 然後我們因為我們撒餅有講 他們是現做的 所以他們現在要到六點半 所以我們就先吃蘿蔔絲餅 試一下 蘿蔔絲餅 先吃蘿蔔絲餅 先吃蘿蔔絲餅 非常明顯 再加上它是炭香的 所以它吃起來有那種香氣的層次感 尤其是這個最上層我超愛的 它這個好香喔 火腔裡面的那個味道啊 非常的濃厚 是會有唇齒流香的感覺 它裡面的蘿蔔絲啊 給了不少 但也不會太多 不像一般的蘿蔔絲餅 它有很多複雜的味道 就是什麼胡椒啊 黑胡椒之類的 它很單純 但是單純的讓你可以吃到 它那種炭烤的餅香 然後我們當然也要比照一下 我們申哥有買到鹹豆漿 這個也要喝一下鹹豆漿 我跟你講 我們前面看到我喝台南的那個申哥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我說 它裡面那個蝦米菜脯的味道 沒有很明確 但是找完他們的很明確 咦 這間的醋味並沒有那麼明顯 可能因為我有加辣椒 這邊還可以加辣 有 醋味有 我覺得這間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它給的料非常多 完全不小氣 這樣一袋啊 才28塊 很便宜耶 好香喔 他們在烤的時候 那個味道就非常明確了 然後他們連油條 都是自己炸的 它最外層這個啊 超粗 然後它會放一點點的蔥花 所以咬起來非常的紮實 那素食的朋友啊 他們也有沒有蔥花的版本 然後它的油條 是偏向那種麵包感 所以它的油條吃起來很紮實 然後咬下去它是滿滿的鹹香 因為我們拿到的是剛出入的 所以它那個蔥花齁 咬下去還會咔滋咔滋的感覺 越嚼越香 而且它的芝麻香氣啊 非常非常的明確 這間待會真的可以 好好來評比一下 好的 我們吃完台南燒餅油條的天花板 以及呢 嘉義燒餅油條的天花板 我個人認為啊 真的是嘉義的天花板比較好吃 它是師出富豪豆漿同盟的手藝 我覺得它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它還可以維持炭烤的香氣 它的白芝麻也給的非常的大氣 所以你越嚼之後啊 除了鹹香之外 它在口香慢慢上大出來的感覺 非常濃郁 然後它的燒餅的脆口度啊 是有層次感的 生哥的部分啊 我在吃它的燒餅的時候 會覺得層次感已經糊在一起了 沒有像千層酥的感覺 那油條的感覺 我也會覺得 早安早點的油條 它會比較紮實 鹹豆漿也是 鹹豆漿給的料也非常的多 綜合評比之下 嘉義的燒餅油條的天花板勝出 好不好 還有什麼想要推薦給我們 比拼各自的天花板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 分享給我們知道 最後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開選擇 我們先回家 掰掰 那邊洗頭就洗頭享受的享受那一組點 怎麼可以牽走到什麼地步啊 那這間傳統男士純理髮 就位於台南永康大灣路的鄉隆內啊 裡頭搶牙牙 今天我們就在這邊找老闆娘阿華了 洗頭髮清爽一下 你看連吃個東西都能掉在身上 實在是有夠蠢啊 除了來這邊體驗做的洗頭之外呢 因為這邊是傳統理髮 所以是趴著洗頭的 不過以阿華的技術來說 服務覺得是最棒的 喔 那這邊不只有理髮和洗頭 還有以上這些服務 我們今天也順便來做一下修容啊 把那些藏污納給我清理一下 你看這沒錯的細節啊 阿華都把它修整得乾乾淨淨的 通通都不給他放過 珍珠臉說得像亮晶晶的 再加上賽子啊 會本身有的耳包 所以就順便用瓦爾多清潔一下 不得不說阿華真的是親耳多姊的天后 功夫有夠讚 注意看他的表情 有多麼的討厭 就有多想笑